我是在35年前 我就跟我的老师写 今年呢 是几亥年 所以我们的诸事亨通呢 就是祝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 每一个事情 做每一个事情都是很顺利 都是很能够达到自己所想要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想要祝愿给大家 然后呢 第二个字 我是以大壮的家来写出来 今年呢 是几亥年 几亥年呢 就是我们的诸年 所以这个家呢 以这个大壮写出来是特别有意义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祝贺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新年 每一个人读书的呢 就是写业进步 做生意的呢 就发大台 全家人都是幸福快乐 老人 大家都 年轻的都是身体健康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们希望马来西亚有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更团结的马来西亚